積極勸進民選市長 然後另外還有提到說 你的態度好像沒有像之前 那麼的堅決否而有點鬆鬆的看法 你看我現在還是以憲政為重 被問到是不是要出戰新北 潘孟安沒有鬆口 不過跟之前直接拒絕的態度 已經有轉變 雖然人選還沒定案 但是民進黨新北市議員 早就聽到風聲 文宣設計圖上加上潘孟安 張志豪團隊加緊趕工 製作圖卡看板選戰要超前部署 我先超前部署 先交代我的美編團隊 先把事情準備好 那只要是人選一拍板確定 我們就全面到位 現在有聽說人選 只要是有這個行政治理經驗 有亮臉政績的人選 全代會之前一定會 屏東的潘孟安縣長 還是基隆的林又昌市長 只要他們有意願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合適的人選 再加上黨中央的整體評估 最後在全代會之前 而盡速的提出最適合的人選 綠營新北市長人選 從林嘉隆到陳建仁 通通沒意願 只好轉向新系的潘孟安 因為跟蘇西關係良好 可以獲得地方支持 若是潘孟安最後沒有點頭 鄭國會的林又昌 也是可能人選 新北人選進入最後階段 而台北市的部分 指揮官陳時中 出戰的機率也越來越高 好 那個問題 我們就有機會再回答了 下周會不會接受徵召交棒 陳時中的回答 留下想像空間 不過民進黨秘書長林喜耀 強調 雙北市長的人選 在這幾日選對會 達成共識以後 就會出爐 令雙北誰來選 答案即將揭曉 環宇新聞郭斯文洋紫玉 台北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